2号先生您好 您想先见哪一位女嘉宾 2号和3号 我想见2号 确认吗 确认 好 掌声有请2号女嘉宾 去影响 行 还可以 无错 今天来到这里 看到了妈妈爸爸坐在台下 是不是也有点压力 对 有点很大的压力 而且感觉有点紧张 他们在台下 对 有的时候 如果爸妈妈不来 可能你反答会稍微好一点 对 对 对 在天津做财务工作多少年了 做了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 现在已经是财务主管了 对 对 对 热爱你的职业吗 说实话不太喜欢 如果让您再换一个职业 您会换什么职业呢 我想当演员 想当演员 对 但是父母是很反对的 因为从小十几岁的时候 就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嘛 然后爸妈就不太同意 然后就放 他们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她觉得不太靠谱吧 还是希望我走比较正规的 那种人生 但是你的形象其实还挺好的 很漂亮 谢谢主持人 现在很多人嘛 都觉得自己有点与众不同 适合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 我也能当演员 我也能就是说成明星 我也能出名 其实这种心态吧 本身就不对 其实每一个职业都挺好的 就看你喜不喜欢 二号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二号女嘉宾 对这个会计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太喜欢 想当演员呢 我觉得我性格比较外向嘛 然后会计的职业 本身属于那种 一板一眼的那种 对对对 比较雄规倒居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 因为每天都要跟那个数据打交道 什么报表啊 什么一系列的 如果这位女士是留见您的太太的话 你希望她是会计 还是希望她是演员 我希望她是一位演员 为什么 我觉得明星嘛 先生您也有这个演员梦吗 我倒没有 但是你希望自己的家人做这个梦 对 那你有没有担心 如果她要是一个演员的话 她的影响力知名度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的变化 对对对 有没有这个担心呢 也会有 但是我相信爱情 她比较豪放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稍微还腼腆点 你这个子也挺高的 有多高啊 我穿上鞋的话一米七五吧 对你这你得说你 你就平时啊 平时的话不会穿这么高的鞋 就你要不穿这么高的鞋多高啊 一米六八左右吧 对所以我们就要看看男嘉宾啊 咱现在别说啊 宝宝密 假如男嘉宾个子出来以后 他说他只有一米六八怎么办 其实我对男生的就是这种颜值啊 身高还不是特别赛意 赛意 赛意 我赛意就是希望一米八零以上 这样子 你是为后代考虑的吗 对 为了后一代考虑 我看到你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他们一定属于那种 就生活中比较正规 对 那种做那种正规职业 然后呢一辈子呢 踏踏实实 笨笨笨笨 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对吗 爸爸是劳动模范 全国的 爸爸劳动模范呢 太棒了 工作特别认真 对很认真 我唯一的要就是 愿望就是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然后我能够每天过得开心就可以 我用耽误这词 你是不是会不高兴啊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 其实是已经耽误了 怎么耽误到这个年龄啊 就是还是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没有 好像应该是原本还没有到吧 嗯 你是上一段爱情什么时候结束的 去年的八九月份 应该也是夏天吧 嗯 当时你一定准备结婚了吧 对 因为已经三十四岁了嘛 对 他呢 他 怎么说呢 他就是离过婚 而且就是 嗯 离婚时间不太长 我们就在一起了嘛 嗯 然后好像他还有一点恐婚 所以呢 你就觉得你不能给我未来 我其实不太 不太想提这一段 我非常能理解啊 这段对你应该是还是有挺我伤害的 很大伤害 因为我能看出来你曾经应该很爱他吧 嗯 这段爸爸妈妈知道吗 知道 呃也就是说其实从你心里边你认为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你爱的人对吗 你对他的爱是那种无条件的那种爱吗 无条件 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人无条件的爱的时候 很容易出问题啊 很大的问题 他很有可能就被灌坏了 真的是被我灌坏了 嗯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 他就是各种先制我 嗯 就是除了上班 基本上我都没有朋友了那段时间 嗯 他不希望我跟外界接触 就包括我出去健身 他都不让去 他觉得 嗯 他不放心 我觉得这个有点 难得 有点过分 那所以那段时间你会不会一边 你深深地爱着他 一边你又受不了这样的一种管控 是 嗯 是这样 最后分手的时候是你提出来的吗 他管得我 可能我心里有点承受不了 有一点 有点抑郁了 如果说拿爱情和健康相比 妈妈爸爸肯定更觉得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是这样吗 大姐 当时女儿的情况您熟悉吗 嗯 比较清楚 嗯 嗯 这个孩子 心地特别善良 你看出来 他交了一个朋友就实实在在的 对待人家 嗯 而且我都作为父母 也是这样 诚心诚意的 对待他 嗯 既然到了我家 交跟他交朋友 我们都是 把这个心都给了他 但是最后 结果不是特别满意 嗯 一看到孩子这样 我们心里很痛 嗯 特别能理解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对 家长肯定会很着急的 非常能理解啊 非常能理解 但是 我觉得啊 也是好事 其实 在我们的人生中啊 有过一点这种 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顺利的情感 但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反倒让你更加明白 我们如何去面对爱情 建一老师 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呗 我提示你呢 在今后的恋爱当中 对一个人的了解要多一点 嗯 就是说 不要轻易地被一个人的外表啊 或者他的谈吐啊 情伤啊 那些东西所迷惑 你要多了解一下 他的那个内在的心理 就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有时候女孩子会 突然间就 又被这人的外表 就觉得 这是我喜欢那款啊 嗯 然后就投入进去了 但时间长了以后 你发现这个爱很色 那当那种色的感觉出现以后 就成了伤害 谢谢老师 我是觉得 嗯 就也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催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已经这个年龄了 一定要真正找一个 彼此相爱的 这样他才是最幸福的 而不要觉得说 别人都有孩子了 你看我女儿还没有结婚 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想问题 就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自己的人生 他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我爸爸妈妈 他们俩真的是挺超级的 对 我非常理解啊 就是总是在我耳边 碎碎念那种 其实着急 加快这样一个催促的节奏 其结果是 你女儿一定会 在判断上产生巨大的失误 如果说将来就是 以后的日子都这样子 我的朋友都没了 那这样我也接受不了 当然我会选择跟他沟通 如果沟通不好的话 那我就会选择离开 虽然放弃一些东西 自己心里头 情不甘情不愿 但是我也会放弃 这个刚才前面那一位 虽然唱歌上的不错 但你不要说他影响 你表现好你自己就好了 我刚才就说了 看到他唱歌之后 本来不紧张的 然后就感觉特别紧张 没关系唱几句 因为唱太好了 他很专业 咱也不去当歌手 是不是 咱是才 那就场得好 请掌握 咱俩 我们不订阅 这个是必须要 又不订阅 我可以互相 这种影响 我 fast 就不订阅 我们想 这种影响 我 出事 也好啊 对啊 来 小黑 唱得非常有味道 是啊 谢谢 谢谢老师 你这前面太谦虚了 二号女嘉宾唱得也比较好 她非常专业 然后她形象呢 性格呀都非常不错 那此时此刻呢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是否愿意出来见一下 二号女嘉宾如果愿意 请按灯 你们俩都是天津的啊 但现在呢 我也不知道她个子高不高 帅不帅 来 我们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好高啊 二号男嘉宾除了个高之外 我其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感觉她长得像 谷汉林老师 我不想跟你站一起 主持人好 太高了 您好 还有你们俩站一块吗 太高了 这我们三个就是那个什么 排排座吃果果吧 你多高啊 一米九二 对呀 她这一看就高啊 我怎么觉得你像两米的呀 你是不是穿高跟鞋了呀 没有 这个鞋跟比较高 对呀 你绝对不是一米九二 来 毛文宁老师 那你给量一下吧 毛老师 你不是算是一八三吗 来 来 掌声有请 毛老师 拿我量是什么意思 我这小个基本上也不受影响 对呀 你站好了 哇 老师 你怎么那么矮呀 没有问题 我想知道你在你们那个单位 是不是最高的呀 嗯 算是最高的了 没想到她这么高吧 没想到 太高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各高也有各高的人的烦恼吧 你上面空气好吗 特别好 特别新鲜 你看 不过我刚才在密室里说 想找一个个子比较高的 哦 是吗 对 但是你没想到能少一个两米 对吧 没想到 你这个子有点影响你找对象吧 还行吧 她个子高吧 她还瘦 对 我比较瘦 你是吃不胖吗 吃啥啥不胖 小的时候就这样吗 对 小时候也这样 你是不是不锻炼身体呀 我也平时也锻炼 但是我现在比之前还胖了呢 妈呀 我能了解一下您的体重吗 来这个节目之前在家称了一下 140 72公斤 来 您先请坐啊 这里 你家里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吗 是 是的 爸妈妈今天来了吗 嗯 爸妈妈今天没有来 他们知道你来参加这个节目吗 嗯 他们知道 他们支持吗 嗯 太支持了 我就在想啊 就你要找一个我这个的女朋友 就太难受了 你想想啊 我这还穿着一个10厘米的高跟鞋 你脱了试试 对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呀 你多难受啊这个 挺搭的 所以你你以前找过 个子矮一点的女朋友吗 之前那个对女朋友 跟您个子差不多高 是吧 对 那你就不用安慰我了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萌身高差 我感觉 我不太喜欢那么高的 因为还在 对 昂着头 太累 但是呃 刘健我在想 你说你们那个空乘啊 或者你们就机场的那些工作人员 那么多漂亮姑娘都大高个儿 对 你就没给自己琢磨一个啊 哪架飞机下来 都是大高个儿啊 嗯 对 太多了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可能也有影响 就是天天比较忙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也比较严肃 嗯 就是每一架这个航班的起降 都由我们来就得负责完成 对 要首先要保证这个飞机的起降绝对的安全 那当然 保证这个乘客这个飞行安全平稳的到达目的地 对 这个我觉得确实不能开玩笑 因为那么多的人的生命啊 对对对 是 你的工作会不会要上夜班啊 会的 就是因为要上夜班 可能耽误了这个爱情 他可能需要上夜班 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你们俩的年龄也差不多 你是哪年生的 我是82的 82 你呢 我是83的 他比我小 挺好的 挺好 对 坚一老师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两个年轻人 其实互相感觉还是不错的 嗯 对好像他们俩有点缘分似的啊 这个女孩子可能跟小伙子看的那些空秤的感觉差不太多 我只是说外形啊 你是不是也考过 我原来也考过空秤 也是 对 考上了但是爸妈没要去 哦 对 对 你看没准备了你俩一个单位的 后来呢 各自到了一个单位 结果这么多年跑我们这来见面来了 所以说 要是去的话 我可能今天就不能来这个节目 对呀 挺绵腆的 挺绵腆的 就是长得比较喜感 你上一段爱情什么时候分手的 嗯 最近的就是也是在这个 在机场的时候认识的 由于这个工作 一个一位旅客这个书包 落在我们这个飞机上了 我们进行每一架飞机要进行安全检查 嗯 然后回来我就遇到这个女孩了 然后她特别感谢我 因为她不知道那个包子里的有什么东西 好像是有特别贵重的东西 嗯 然后回来就是 然后我把这个包子给了她了 然后她就特别感谢 然后加了个微信 嗯 然后就开始 每天经常有时去聊天啊什么的 她也知道我这个工作 时间就是一久了就可能有感情了 有一点感情了 嗯 然后她经常过来 上这边经常过来找我来 因为我 她不是天津的是吧 对 到后来我才知道 之前是不知道的 以为就是正常的 嗯 就之前也没有问这么多 因为上来不是特别熟悉 嗯 不能问人太多 感觉 明白 不礼貌 不太礼貌 你问太多你想干嘛呢 嗯 最后才知道 她是美籍华人 可能由于这个 就是这个方面的差异吧 要我就是 就是最后要是谈到这个 结婚的这个 这方面上 然后是要我 跟她回美国 你不愿意 我没有愿意 我跟她说 我说我永远不能改变我的国际 嗯 所以这样你们俩就分开了 对对对 因为没有办法 为人呢 性格还都挺好的 我看到爸爸妈妈 其实对这位小伙子 印象应该也还可以啊 这是咱叔叔和阿姨 哦 叔叔阿姨好 嗯 阿姨 对这小伙子印象怎么样 这小伙子挺好 我挺喜欢的 哎呦 哎呀 哎呀 哎 全国老母说两句 挺朴实的 我也挺喜欢的 也挺喜欢的 哎呀 其实我能够理解啊 那样的一段感情 可能因为见得少 它可能不像 我们都在天津 可能我们周末啊 都可以在一起啊 对对对 是是 现在呃 你爸爸妈妈催你吗 也催呀 经常催呀 嗯 搞对象去吧 搞对象去吧 也是经常催 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平时就是 有时歇班的时候去 打打球 打什么球 跑跑步 打打这个羽毛球 啊 就健健身吧 也是为了健身 尽量胖一点 嗯 还有跑跑步什么的 杰逸老师 对小伙子印象怎么样 印象挺好的 说话反应也挺机智的 但又觉得挺朴实的 不是那种说反应机智 然后又觉得不靠谱 挺好玩 他挺那个 就是拿捏有度啊 嗯 真的很像那个机场地勤人员 因为做这个工作 非常的严谨 是不是 而且很认真 对很认真 所以他一定带到生活中 也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 而且我也告诉小伙子 你一个极好的 消息 就刚才在咱们俩 比个儿的时候 这女孩 靠在你跟前 那个跟你比了一下 个儿的那种感觉 说明她 对你的这个温度 已经有需求了 她愿意靠近你 40多度 对 你自己 你自己争取 给她弄到80 这个别 80就烫出毛病了 接下来 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 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你是做那个航空公司地勤 是哪方面 是安保啊 还是 就是负责这个 飞机的这个 安全方面的 所有的检查 检查是吗 对对对 每架飞机的 在飞机起降 之前或者之后 都需要进行的 例行检查 女嘉宾 你好 我觉得我想问你 就是想当演员 那个梦 是不是特别 特别强烈 特别高 不是 不是特别强烈 小的时候 很强烈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现在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爱好吧 你会做饭吗 做饭会一点点 好吃吗 我觉得不太好吃 能吃 能吃 不过我会做饭挺好吃的 那挺好 刚才我在那个后台看到你 用纸巾 擦眼泪 可能说到你的这个 之前的恋爱是 是你们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 分手了 就是 很多原因吧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 他离婚时间太短 然后 还是处于没有调整好的状态 有一点恐婚 还有一点就是 他对我限制的太多了 主要的就是这两点 女士 可以给他提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咱们结婚以后 我碰上了一个排戏的机会 需要走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 就这个事情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我给他当经纪人 人家经纪公司说了 我们这儿有自己的经纪人 你先生来不合适 我不告诉他 我们是两口子 不是你这啥意思的两口子 就是你的内心都白就是说 要是两口子该多好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这啥都别问了下来转身吧 我感觉看这个男的对这女的 是非常热烈感觉 好来女士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比较好奇啊 你就是做那个男嘉宾做航空这块 然后应该接触机场的小姐姐比较多 你懂我想问什么了 她懂我想问什么了 其实这个空姐其实我们也能接触到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他们空姐有一个专用的通道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下次改道正好路过你们那儿 你还控制不了自己了 这话说的 对不对 就是说空姐长得虽然漂亮 但是我找的是我心目中的漂亮 就完了 你还非得逼得人空姐改道是咋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两位请到前面来 两位是否愿意再详细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请在我倒数54321之后想后转 请准备 5 我们是两口子 4 那我这么多 3 80%有牵手的可能 2 他们两个很搭 1 来来来 两位到这里来 我想知道你犹豫啥呢 其实我不是犹豫 我已经早想好转身了 我是逗逗她 我一看我第一个想转过来吧 对呀 放心了这样 来 由六贵福珠宝送您的一份礼物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来 请两位牵手离开现场 那个眼神啊 犹豫啥都能看出来 因为他们两个性格很互补 对于持家理政这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非常高兴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有没有觉着真的没想到 还有一位天津的男孩子还这么优秀 真是没想到 而且年龄也跟你女儿正好相仿啊 是 是吧 挺好 太好了 期待他们认真相处哈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三号姑娘了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许角 她的今天穿桌打扮有像不像那个 好像会乐器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你说形象都行 咱们不能光看形象 您好 您好 你今儿这衣服跟王文念老师简直太大了 我没想到王老师也穿红色这么喜庆 王老师说了 在这儿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喜气的是不是 谢谢 就是红色 谢谢王老师 刚才你说你是你们东北那个叫什么谷 郑幻江木板大谷书 哦 大谷书 对 你从多大年龄开始学呀 呃 就是前两年 那我们可以看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他的这个才艺啊 就好像随意小声 我记得是谁啊 没用去看 难不疗 晃眼晃雨 书归了半正 问作呀 眼睛慢了慢的听 今天学成段 正还讲到木板书 不知道大家爱听啊 不爱听 也就是你是以说为主的是吗 对 就是有单独的 我的台词都是说的比较多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对 这个是黑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也挺好的 你现在在交小朋友吗 幼儿园老师 对 你的家长都很喜欢你吧 还可以吧 因为刚刚上班 那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之前就是策划一些孩子的活动 演出大赛春晚六一这样的 那你原来在哪工作呀 就在全国各地的走 就带着全国各地优秀的孩子 去参与一些节目的锻炼 那就最近你刚刚让自己稳定下来 对 这是今年妈妈特意给我 妈妈是不是觉得姑娘大了 不能再这么漂泊了 对 也是不是这样漂泊的 把你的爱情给耽误了呢 嗯 因为一直都特忙 也没有时间谈恋爱 上一次爱情什么时候结束的 好多好多年前了 也是一个很热爱文艺的小伙子吗 对 但最后没有走在一起 嗯 这些年你有相过亲吗 有介绍过 但也没有时间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都不在本地 所以就这样一晃 让自己变成了三十五岁 对 以前你经常要全国各地跑是吗 对 是你自己演绎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吗 有自己的也有其他的 嗯 那你就是以前就是少儿演出经纪人呗 嗯 也算是 也算是 就是儿童青少年晚会的导演 嗯 反正就是经常在幕后 有的时候要是除非必要 也可能会为他们主持 做什么工作都不是 就是道不要紧 主要是说你对工作的热情和态度 那你在电视台工作过吗 没有 一直都是北上广深的这样走 嗯 可能有的时候也去国外 带着孩子们去进行出国访问啊 文化交流啊 各种演出啊 是这样的 那所以就是这些年的经历让你 就没机会去碰到一个男孩 对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呢 除了大鼓以外 平时喜欢去旅游 嗯 然后拍照 美食 喜欢吃 对 特别喜欢吃 喜欢吃什么呀 看我这么胖你就知道了 哈哈 女孩子嘛 可能 说自己特别爱吃什么的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我看你还觉得可以 我还行 心大 没有那么多想法 真一老师 对这位女士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她挺温柔的 嗯 也许做起事情 谢谢老师 也许做起事情来的时候 可能挺干练的啊 要不然你也组不成团队 但是 听你这么说话的时候 还是挺温柔的 而且就是说挺直率的 但这个直率呢 又能挺能让人接受的 对 拿捏的都比较好 她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可以安静 也可以像女强人一样去工作 是的 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谢谢您 我觉得她 像她做太太 也一定是特别好的一位太太 期待着电视机前能有缘人啊 赶紧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或者通过门当户对的公众号来联系我们 好吗 好的 好吧 谢谢您 再见 这边 祝三号女嘉宾能找到 找到 心仪的另一半吧 我不太会主动争取 就我比较慢热 谢谢天一姐 谢谢王文敬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